经过一个月的漫长拍摄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沙尔县 现在呢是在 我的一个临时办公室里面 其实就是库房 我们可以看得见后面呢 还有我的被褥 然后呢这是一个圆形的餐桌 然后背后放了一个电脑 然后连上网 就这样子搭建了一个临时工作站 虽然很简陋 但是却很温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是在外面在野外 然后剪视频啊 不管干什么都是在野外 其实说实话很不舒服的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办公小空间啊 就很不错了 只要有一个遮风当雨的地方 然后能放台电脑连上网就能办公 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愿望 那么现在也是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外面现在我们也听到了 这个外面这个后堂的 这个风机的轰鸣声啊 我大师父先生正在炒菜 那我们现在这个餐厅呢 有多少大师父呢 一共有三个师父 六个服务员 三个烤肉师父 现在基本的配置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遇见新疆的你这个账号呢 到现在就是已经长达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吧 没有主持人 属于主持人空缺的一个状态 那么从一开始在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呢 也知道我一直做幕后的 比如说拍宣传片呀摄像呀什么的 后期呀 基本上都是我在去操作这个事情 那么突然转到这个屏幕圈以后 感觉稍微还是有点不太自然 对不对 然后有些朋友呢 喜欢我的风格 也有些朋友呢 不喜欢我的风格 那人嘛 是不是人无完人 做不到这个百分之百的喜欢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在遇见新疆的你会招募一个新的主持人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每一个主持人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都可以拿到相应的一些分尘 分尘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能占到甚至60 后期的话 这个我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片子要去拍 比如说各种的城市园林宣传片呀 城市建设片呀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汇报片 工作片 纪录片 都要去拍 那么就像这一个月期间 这一个月也没发几条视频 那都是得空了去发的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账号呢 是遇见新疆的你 从这个标题上来看 我们是要把这个新疆的一些文化 还有这个分俗美食 分景去发出来 让大家去看 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账号呢 大概 最早的时候是这么去做的 但后面的时候 可能那个内容啊 稍微发生了一些偏差 大家就说啊 这个遇见新疆的你忘了出行 确实啊 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 遇见新疆的你会完成更好的策划 让大家看到更真实的新疆 更美的新疆 OK 拜拜